中国13亿人口,求职将变得越来越难 还有不少刚毕业的学生,高不成低不就 其实自己一没经验又没实力,还不从头做起 估计读这么多年书也一样会被社会淘汰 不如学学徐荣 徐荣刚在大学毕业时,手捧双学士学位以及各种荣誉证书 甚至还在几个大机构实习过 所以求职时要么觉得公司太小,要么觉得公司薪水太低 更甚至因被领导批评几句就甩手不干了 然而徐荣终究败给了生活,于是他开始静下心来找工作 找到一个毕业馆,当起了入恋师学徒 经过前期求职的教训,他认真学起了这份工作 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入恋师 但这份工作是特别需要勇气的 徐荣说有一次正在给试者化妆 突然听见试者喉咙里发出一声青蛙叫 而且正看见青蛙从试者嘴里爬出来 这让他想起僵尸电影里的桥段,吓得哭了起来 后来他坚持坐了下来,在和男生交往前 一般都会告诉对方自己的职业 有很多男生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他担心这只是前期被蒙蔽的看法 所以他总是把这个青蛙的故事告诉给自己的男朋友听 结果每讲一次都吓跑一个男生 这让他哭笑不得 徐荣的故事并不是什么灵异鬼故事 也不是交友恋爱的事 而是教我们如何从灵做起 努力学习总能在这个社会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